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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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极化手肘是因为维磯比12的缺化导致它假极化手肘 所以这就是它的机制 所以具有西班冰学的机制就在这儿 维磯比12的缺化 都会有摄入减少引起 那么野山缺化主要是食物加工不当 偏食引起 你比如说 我们疏散 你家在锅里面蒙炒蒙炒的时间过长 那么把这个野山爆炒掉了 偏食 有些人大家注意了 只是起素食 吃素食的时候 那么这个野山也会收入减少 维磯比12的减少 那么这些都会收入减少 那么它会造成野山和维磯比12的缺化 第二大块是吸收障碍 当腹泻炎症肠病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有吸收障碍 野山缺化 那么维磯比12的内因子缺化 内因子缺化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慢性维磯胃炎 A系维磯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我说A系维磯的时候 那么B细胞是受损 B细胞会被内因子减少 内因子的作用是逐减维磯比12的吸收的 所以当你的A系维磯的时候 会导致恶性贫磯 内因子减少 维磯比12吸收减少 导致维磯比12缺化 导致维磯性贫磯 好 这是吸收障碍 还有一些是利用障碍 你比如说抗核糖核酸 核酸核酸核酸的这些药物 能够使野山的利用障碍 你比如说麻醉药 原来用的比较多的一样化 但可以移植加了安酸核酸酶 所以造成维磯比12缺化 好了排除增加的 也不是透析液酸酒 那么可以使野山排除增加 导致野山缺化 需要量增加的 你比如说婴幼儿化育 青少的化育 润身过程中 不入息过程中的化育 都可以使野山缺化 野山需要量增加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这个病因和化病机制 好了我们再继续看了 这是15年这个词题 大家看 孕期出现居有西方形 贫血的主要原因是有缺化 缺化什么东西 我们跟大家说 具有西方形成维学 那么是野山缺化 和维磯比12缺化所致 那么大家就可以知道 这个题究竟是打A 还是打C 这我们本科人教材上面没有啊 在八年的教材上 专门讲这个东西 五年的教材上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不是打A 就是打C 那么究竟拿哪一个 当然你假如把题目打到比第一去了 这明明你水平太差 究竟打A是打C呢 那么八年这下是专门讲了 它是野山的储备在体内储备很有限 主要是靠外域性社区 那么这个储备有限在孕期过程中 野山的缺化常常四到五个月 那么就会导致 假如你设计结束 四到五个月 就会导致野山缺化 你看润身十月怀胎 四个月 那么四到五个月 就会导致你野山缺化 当然会导致孕期 会导致野山缺化 导致具有西方形成维学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打C 那么为什么不打A呢 因为维磯比12的储存很多 即使你不涉入维磯比12 那么它要缺乏 也要导致数年之后 才导致贫血 所以维磯比12的缺化引起 具有西方形成维血 容不容易 不容易 一定要缺化几年 把它的储备全部消耗干净之后 那么才会导致这种 具有西方形成维血 所以答案不打A 打C 就这个道理 你不可能怀孩子 怀孕怀孕怀起脸嘛 是不是 所以 这个答案下 打C 就这样 我们五年的加算没有 八年的加算专门有这个知识研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临床表现 这个临床表现比较复杂 具有西方形成维血 临床表现比较复杂 它主要设计的三个系统 一个系统 血液系统 第二个系统消化系统 第三个系统 神经精神系统 尤其是神经精神系统 大家最忧愿分享 永远忘记 所以这个神经精神系统 那么 大家做个重点 我们先来看血液系统 血液系统 由于这种病人是具有西方形成维血 那么他有贫血的症状 面色长板 华力 耐力下降 头晕 心肌 这些血血血氧的表现 我们跟大家说过 这个病人常常是有具有细胞性命血 涉及到是什么细胞 RBC 红细胞 重症的病人 那么还可以涉及到泥细胞 血下板 叫做全血细胞减少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 红细胞在怀疑的过程中间 是最 是最火药的 为什么呢 大家看看 红细胞的数量 在外周学上是什么 10的12次方 而立细胞血下板 都是10的9次方 所以红细胞的相对数量 要比立细胞血下板要多得多 大一千倍 所以在骨髓相中 那么在华语的时候 哪个最火药 红细最火药 立细聚合性不火药 所以他假如说这个病人血化维生比 是血化叶三 使DNA的减激化受阻 那么首先轻患的应该是最火药的部分 RBC 当他病情很重的时候 重症患者很重的时候 那么他也会轻患什么 影响离系和聚合性的怀疑 导致离系细胞虚有变 导致血下板虚有变 所以都可以虚有变 那么都会受伤 导致数量减少 所以有全血细胞减少 全血细胞减少 也就是重症患者 当离系细胞减少的时候 这种病人可能有什么感染 当血下板减少的时候 这种病人可能有出血 所以重症患者三细减少 轻症患者是涉及到红细一细 只有具有细胞性病血 所以这就是他的概念 好 少数患者大家注意 有轻度的防胆 原味如血 什么意思 我们具有细胞性病血 不论具有细胞性病血 还是我们将来要讲到的 骨髓真是异常终合症 那么都有这个具有病 大家说不正常 就是怀孕怀孕不正常 造出来的什么这个红细胞 万一红细胞不正常 不正常怎么样 不合格的产品 不出场 所以不出场就在骨髓中间 把这个红细胞给干掉 自己干掉自己 那么我们叫做原味溶血 这个原味就是骨髓 在骨髓中间 把溶血 把这个细胞给干掉 干掉之后 大家想红细胞也干掉 红细胞中间有血河蛋白 血河蛋白再一分解 那么就是 胆红细胞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病人就会有荒胆 所以少数病人 有原味溶血的病人 可以有荒胆 这是他的临床表现 这是临床表现 大家注意了 在考试中间 经常涉及到就是这一个 重症偏学的细胞细胞 好第二个消化系统症状 消化系统症状 没有什么说的 这种皮血的病人 肯定有消化系统症状 蛇 蛇的改变蛇炎 反复发生蛇炎 蛇肉的萎缩 蛇炎 大家注意了 这有个牛肉样式 牛肉样式 就是很肥厚的那种蛇 牛肉样式 这他比较特殊的表现 由于特殊 大家在考试中间 经常碰到这个概念 所以我给大家用 谎言式的字迹 标出来了 牛肉样式 好 对于胃肠的来说呢 胃肠的由于贫血 胃肠的连毛萎缩 萎缩之后 有恶性呕吐 有食欲不振 这些贫血的 肠道细胞 贫血的 缺铁缺氧的这种表现 就是消化的一种症状 第三种症状是 神经精神症状 神经精神症状 大家注意 要把神经症状 跟精神症状区分开来 那么野生缺乏 主要以精神症状为主 维生鼻死的缺乏 主要以神经症状为主 怎么记 我这样记得 维生鼻死的缺乏 跟什么东西有关呢 跟神经的脱水窍 病变有关 跟神经主的代谢有关系 当然以神经症状为主了 那么剩下的就野生呢 精神症状为主 你说野生缺乏 这种病人精神症状为主 精神不常有什么 万象 有 疑路 激度 用激度 有疑路 有幻想 这是不是精神症状 我们学精神病学的 经常有这些症状 神经系统症状呢 那就是跟神经系统 受医治 或者兴奋有关系的 受医治 这种病人有疑郁 那么 记忆的减退 受假的兴奋 有张望 有幻觉 妄想 所以 这些神经精神系统症状 大家一定要分开 为什么维持是比十二 导致神经系统症状呢 因为维持是比十二 参与神经组织代谢 那么缺乏的时候 会使神经脱水窍病变 逐渐变性 所以 当神经脱水窍之后 那么就会引起 对称性的引起 远单肢体的什么 麻木 感觉障碍 供给四条 不态不稳 追体足针 减 减化着抗净 所以这些神经系统症状 你看看 都会出现 上位神经系统症状 不态不稳 追体足针 减化着抗净 下位系统神经症状 感觉异常 都会出现 所以这就是神经系统症状 所以大家注意了 神经系统症状 主要是维持是比十二 引起 那么这个神经系统症状 经常被考到 所以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叶三缺化呢 主要引起精神症状 这个很少考 所以神经系统症状 这是第三大块 神经系统症状 大家由于不熟悉 所以这个地方总是在考 好了 大家注意了 这个我们是内科学讲的 那么耳科学呢 讲的跟这个东西差不多 所以大家就是注意了 这个耳科学 内科学 那么大家可以一块儿记 好 我们再来看15年这个实体中 在上述症状中 符合确定比血血临床表现的是 大家看什么确定比血 我跟大家说过 第一头是 供给死条 肝皮中大 扫脏甲 扫脏甲 就是确定的典型表现 那么 答案是D 好 第二个 上述症状中符合 大家直接大家什么 不明白 不明白就有用处处 好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出的 答案为什么未必 好了 我们再来看实际室的检查 第一个外周血项 是典型的 虚有细胞性病血 由于是虚有细胞性病血 所以这种病人的mcv 虚细胞平均体积偏大 大于大正常上限 大于100个fl 由于是虚有细胞性病血 所以这种病人的mcv 虚细胞平均血红蛋白的量 要大于大正常上限 34个p 由于这种病人是 具有细胞性病血 所以他没有低尺素 所以这种病人的mcv 就是虚细胞平均血红蛋白的浓度 是正常的 32%到35% 所以表现了典型的大细胞性病血 当然 这种体育主体的时候 经常大家注意这三个数字 一定要记住 记住正常之 这细胞性病血了 小小病人我刚才在确定病血 跟他讲了 这大小病人刚跟他相反 所以大家记住这三个正常之 大家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大细胞性病血 一旦是大细胞性病血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具有细胞性病血 所以这个也经常考 所以像这种体育 大家这么 就容易给他做出来 我们来看 18年考的这个试题 男71岁 这个病人乏力 半死于不证半年 他提 贫血吗 他已经告诉他 这个贫血的病人 心肺腑胃健义伤 欢迎学上规 WBC 稍微低一点 3.0×19 血红慢慢低 88克美生 血血管 稍微低一点 75克 ×19 MCV MCV 你看看 大于100 F2 大于100个F2 那就肯定是什么 大细胞性病血 所以你现在找哪个是大细胞性病血 具有细胞性病血 蛋为1就出来了 是不是 好了 具有细胞性病血 还有个MCH 就是平心血红膜 血红膜量 那么大于 等于34匹克 刚刚等于34匹克 所以这个应该诊断成什么 刚开始有贫血冒 有贫血的症状 诊断贫血 然后通过MCV大于100 又把它诊断成大细胞性病血 所以这五个答案想中 只有具有细胞性病血 是大细胞性病血 因此正确答案应该答1 所以解题的关键就是MCV大于100 要你把它诊断成具有细胞性病血 就OK了 其他的没有什么可说的 好了 再生障碍性病血 刚才我们说了 这是属于正细胞性病血 确定病血 慢性病病血 也比功能抗进 这就是慢性病引起的小细胞性病血 所以只有这个应该是答1 好了大家注意了 看15年这个诗题大家看 女25岁 这个病人瑞生37周 有头晕有发力有心悸 两个月 这是贫血的一般症状 好 这个病人既往体现 血红蛋白是80个每身 这个病人 你血红蛋白是60到90个每身之间 所以这个病人应该诊断成中度贫血 中度贫血就是怎么来的 大家一起去网合看 MCV108 MCV红小维平均体积 大约我们正常上线100个FR 所以应该诊断成大细胞性病血 MCVHC 那么正常值是32% 到35% 好 MCVHC 那么是32%到35% 那么这个是33%正常的 所以这个应该诊断成为什么 大细胞性病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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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多见 具有细胞性病血多见 所以都在这儿 我知道了 你得考虑我是一个什么 具有细胞性病血 所以 他说我明确诊断 首显的检查是什么 我明确诊断嘛 我首显的检查肯定是查 也是3-12%的设定了 是不是 这是病因嘛 所以答案是1 好 为什么不达ABCD呢 加上达A 鸟如此实验 这如果诊断什么东西实验呢 这是诊断 血红蛋白尿 这首显实验 第二个 非银血实验阳性 这是诊断 分肠道出血的 最主要实验 但是 康博实验 那么诊断 自身免疫性 溶血经贫血的 特征性检查 所以不达ABC 能不能答案底呢 血经济铁蛋白尿设定 当然由于诊断 血经贫血的诊断 所以正确答案是1 不是ABCD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个 检查的是什么 看一夜三 我说比四二浓都确定 好 我们再来看看骨髓像 具有细胞性贫血的骨髓像 那么第一个 还是按照这个 锁铁头来看 我说每个疾病 讲到这个 推理的时候 总是要用这个锁铁头 我们还是用这个锁铁头 大家看 具有细胞性贫血 由于它设计的是贫血 那么设计哪一系 红系 由于大致贫血 所以外周血向 红细胞减少 大家自己都可以推倒出来 是不是 减少之后 就刺激骨髓造血 骨髓真身活药 以什么真身活药为主 红系真身活药为主 由于是具有细胞贫血 所以在真身的红细胞 往往不正常 叫具有变 具有变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过 这种病人常常表个和右相当 我们刚才确定贫血是和老将右 具有细胞贫血也是和右将当 为什么和右将呢 和 细胞核 里面有什么DNA DNA在活成的过程中 我刚才跟他说 要甲基化 而甲基化又需要 甲粮氧循环的甲基提供 提供甲基 甲粮氧循环提供甲基 而 转甲基的辅煤 煤的辅煤 又是维收比12 所以当维收比12的血化 一三血化之后 就导致甲基化受阻 细胞核的活成受阻 所以他就会造成和右 将脑 将 雄那么继续合成 所以将按照正常的随区这样走 所以这是组织了和的合成 所以它表现为什么 和右将脑 所以和右将脑 所以和右将脑就这样来的 因此 我们确定贫血也是和老将右 具有细胞性贫血也是和右将脑 这个考了无数次 希望大家给这个记住 不要记粉了 好了 这是一般的人 普通病人 那么就涉及到红系 就这个的 就这种观念 假如说这种病人比较严重 病情比较严重 那么就会累积离系 聚合系 当累积离系聚合系的时候 那么这种病人怎么样 还是可以什么 居有病 所以导致离系细胞居有病 导致聚合系细胞居有病 导致聚合系细胞居有病 也是一样 所以这就是重症病人 好了 骨髓铁染色会增多 常常增多 好了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第一个骨髓相 第二个原味肉血 实际上我刚才已经跟他讲了 假如你这种病人 是居有细胞性贫血的重症病人 那么重症病人造出来的这种 是什么 晚又红 中又红细胞 就是居有病 居有病 居有病就是体积正大 核的细胞核的怀孕不正常 那么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怀孕过程 不是 所以造出来的红细胞就不正常居有病了 那么不正常的产品 我们把它叫做赤品 在骨髓下 在骨髓中 这个工厂 你造出来的产品不合格 那么它又直接缘嘛 直接缘就把这个居有病的红细胞给干掉 你不正常不能让我给炸掉 炸掉之后 你看红细胞就崩解了 红细胞一崩解 大家看看 血红蛋白就出来了 是不是 血红蛋白一出来 你看看 胆红瘦是不是出来了 胆红瘦出来了 胆红瘦一出来 那么就会导致什么 油力胆瘦出来 那么它就会导致黄胆 所以这种病人油力胆瘦的增高 就是间接胆瘦的增高 为什么导致黄胆 就用间接胆瘦的增高 为什么间接胆瘦增高 就是红细胞崩解 为什么红细胞崩解 就是因为造出来红细胞 不合格产品 具有变了 我就给它干掉 所以大家注意 原味溶血主要有两个 在两个地方都讲他过 这两个地方都考他过 一个是具有细胞性贫瘦 一个是MDS 骨髓真是异常中国症 MDS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病人的 这种具有细胞性贫瘦的 野酸细胞瘦的浓度 当然会降低嘛 因为它基本的病因就是野酸减少 细胞瘦12浓度降低 所以血清细胞瘦的浓度 野酸浓度会降低 红细胞类的野酸的浓度会降低 所以无论的野酸 还是细胞瘦12都会降低 这就是他的特点啊 所以这个数据要不要来记 我只能这样说 考到现在 职业医师 研究中考试 都没考到这个数据啊 这个数据大家记不记 无所谓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恶性贫瘦 第三大块啊 实验简单恶性贫瘦 我们跟大家说过 慢性贫瘦那个跟他说过 分为A型贫瘦 也叫胃体炎 一个是万型胃痘炎 也叫B型胃炎 A型胃炎主要内积B细胞 当A型胃炎的时候 B细胞减少 合成的胃炎减少 内因子合成也减少 内因子作用主要是逐进 微瘦B12的吸收 但内因子减少的时候 微瘦B12的吸收减少 那么 导致长期缓复滑作 就会导致 微瘦B血清 微瘦B12减少 集体缺化微瘦B12 所以在这个时候 会导致什么 具有吸盘性贫瘦 因此 恶性贫瘦的病人 往往有胃三降低 内因子抗体阳性 抗贫瘦因子阳性 这是他的特点 好 大家注意了 这个从来没考到过的 悉瘦事事业养性 悉瘦事业是干什么用的 是荒生因核素彻底 微瘦B12吸收情况的 所以 恶性贫瘦的时候 由于内因子减少 我一次受B12吸收减少 所以 这种悉瘦事业应该养性 也就是说 微瘦B12吸收障碍 所以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悉瘦事业 悉瘦事业 从来没考到过 假如今天考 一个新东西 你很容易做错 所以像这种题目 大家说 成绩好的同学可以掌握 成绩不好的同学 你知道我只想低分通过的 分手线 360分 我只想搞个370分通过的 这种东西可以不掌握 否则你要高分通过 这种东西 万一考到了你不知道 就不能得高分 好了继续我们再看 16年这个实题 大家来看啊 下点不属于具有细胞性贫瘦 谁在想来结果的是 答案A 外周学红细胞 MCVA增大 既然你是具有红细胞 所以红细胞的平均体积会增大 MCVA会增大 A正确答案 答案B 外周学红细胞细胞成分叶状 大家看看 具有细胞性贫瘦 一般涉不涉及到尼锡 不涉及到 尼锡化语一般正常的 所以 中细尼胞可以成分叶状 正常嘛 所以B正确 答案C 骨质阳中可见 具中万有尼锡胞 当我们跟大家说过 当病人病情严重的时候 不仅仅累积红细 还可以累积什么 尼锡 所以 可以看到中万有尼锡胞 具有变 所以答案C 也是正确的 答案B 骨质聚合细胞体积增大 分叶过多 当我们说 这个病人病情为重的时候 不仅仅可以累积红细 还可以累积什么 聚合细 聚合细跟红细是一样 那么华语成长不成熟 所以具有变 因此聚合细胞体积可以增大 体积可以增大 婚姻可以增多 所以答案底下 也是正确的 那么不属于具有细胞性 实际的结果呢 排除了ABCD之外呢 当然答案是1 它的骨质有核酮细胞 呈现 右将脑核现象 应该是什么 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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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 所以刚刚都说错了 右将 老核 就是核脑 将右 这是典型的 血体积性血的表现 而不是具有细胞性脑性血的表现 具有细胞性脑性血 应该是核又将脑 所以答案一项不正确 因此核脑将右 核又将脑 是不是经常考虑啊 所以大家不要计分了 这个就是计分了 所以答案是1 哪项不符呢 一项不符 一项属于缺天脑血的表现啊 好了我们再来看诊断了 诊断第一个有病因 病因有维生病死二和椰山曲化的这个病因 第二个有临床表现 包括 贫血的一般症状 消化的症状 神经系统的症状 都可能出现 尤其是神经系统的症状 一般在我们缺天脑血的时刻 没有神经系统的症状 但是 具有细胞性贫血 有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 好了我们再来看外周学 外周学是典型的啊 具有细胞性贫血的表现 MCV 红细胞的平均体积大于 正常的上限 100个F2 因为正常是拔尺到100个F2 那么MCH 红细胞的 血红蛋白的浓度 大于它正常的上限 大于34个匹克 那么MCHC 平均血红蛋白的量 那么是正常的 是32%到35% 所以它这个典型的 大细胞性贫血的表现 骨髓像 骨髓真正活药了 刚才跟他说了 那么红细胞具有变 具有变的红细胞大于10% 啊 在轻症病人 那么离系 聚合性是正常的 加上重症病人 也可以累积离系 聚合性 导致离系聚合性的细胞 具有变 那么 哦 哦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说的骨髓像 好 我们再来看看血清的野三 维生比12 浓度会什么 降低 所以野三的浓度降低 血清也可以降低 红细胞类的野三浓度也可以降低 那么 血清维生比12呢 浓度也会降低 好了 大家注意了 哦 由于这个野三维生比12 在临床上很少查 所以一般的医院都查不了 因此 在临床上 你知道这个病人 是一个具有细胞批血 但是 并不能确诊这个病人 是野三维生比12 缺乏引起的 具有细胞批血 这是个怎么办 用试验性质量 所以里面是一般的县医院呢 地区医院呢 假如不能查这野三维生比12浓度的 这是个怎么办呢 用试验性质量 给你野三 给你维生比12 治疗一个星期 假如这个网织呼吸化技术升高了 那么 证明是野三维生比12 缺乏引起的具有细胞批血 假如网织呼吸化技术不升高 那么证明不是这个疾病 所以 我们还有个诊单性质量 这在临床上 对急诊医院 很有用 为什么 他没有这个条件 彻底野三维生比12浓度 那么 接着要考得到 那么就知道了 大家注意 那个具有细胞批血 这个有条件质 为什么 血上规里面就有 假如你MC MCV 大于100 MCH 大于34匹克 那么你就知道 这个病人是个具细胞性质 首先就考虑最多的就是 具有细胞性质 所以 你就 大致 做一个诊单性试验 那么大致就给他确诊了 这就是我们诊断 好了 我们来看治疗 治疗第一个 有原化病的治疗原化病 你比如说这个病人是 炎症肠病引起的 微肠的疾病引起的 赶快给他炎症肠病治疗好 那么他吸收 没有吸收障碍的 维收比1213吸收障碍的 当然那就好了 假如这是免疫性疾病引起的 你比如恶性皮血引起的 恶性肺炎引起的 那么你有免疫医治疾 糖m7的吸收 并且终身用 好 假如是有其他药物引起的 那么提供这些药物 这就是原化病疾病的治疗 对于病学来说 都是最最重要的 第二个 假如有椰症引起的 具有血本病学呢 补充椰症 假如有维生素B12缺化引起的 主要引起 主要补充维生素B12 好 大家注意了 包括强化质量和维持质量 强化质量 大家注意 叶酸缺化引起的 当然 补充去叶酸 大家注意 你看补充叶酸到什么时候 到贫血表现完全消失 也就是这里这个临床表现完全消失了 那么我叶酸就给停了 这是强化质量 那么维持质量呢 一般叶酸缺化 没有很明显的病原化病疾病 不需要维持质量 也就是贫血症状缓解了 自己给他医药停掉 叶酸停掉就行了 所以他的质量比维生素B12 病程 疗程要断 假如这个病人是维持质量比12 缺化呢 那么每天就给他积注维持质量比12 一般 一天可以积注一次 或者是一周两次都可以 这个维持质量比12 我跟大家讲过 就像是蛋红似的 像血 你每天跟他积注打一针 病人就说医生 你不要给我输血了 他你天天给我打这个血干什么呢 为什么 的确像血 蛋红似的 黑眼医植500个韦克 500个韦克 500个韦克医植 那么医植是两号子 那平时就去打这个东西 好了大家注意了 这是技术注射 假如没有维生素B12 缺化的呢 吸收障碍的呢 可以 用口服的都行 限干维生素B12嘛 那么你可以汇出这个东西都行 每天一次 好了这里补充维生素B12 那么不是维生素B12 要不要进行维生素质量 大家注意了 如果有神经系统症状 一般都有啊 维生素B12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神经系统 要什么 坐立不稳呢 什么 症产呢 这些什么 痉痰呢 都有 那么如果有这些神经系统症状 那么维生素质量 需要维生素半年到一年 所以总体来说 维生素B12 低疗层 维生素B12缺化 导致具有细胞性质血 疗层 要比野生缺化 导致 这个具有细胞性质血 疗层要长 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维持治疗的 半年到一年 好了大家注意了 假如这个病人维生素B12 有野生缺化 还活必有维生素B12缺化 两个都缺化 那怎么办呢 野生缺化你要治 维生素B12缺化 你要治 假如你不给他维生素B12 只给他野生缺化 那么他的临床表现 平血的临床表现 可以更出 为什么 野生缺化的具有细胞性质血 临床表现 他可以更出 但是 神经神害能不能更出 神经神害是由神经脱水壳 维生素B12的脱水壳引起 所以 你光专门只补充野生 不补充维生素B12 那么这个神经系统的脱水壳病变 是不可能更改的 甚至可能是假中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跟他补充维生素B12 不能光于野生 也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野生缺化 假如活病维生素B12缺化 你看他怎么样 就看他是一部神经症状症状 假如有 那么神经系统症状 那是维生素B12的血化 一定要加入维生素B12 好了 大家注意了 对于维生素B12的血化引起的恶性质血 一定要终身治疗 在消化性疾病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过 好了 这就是跟大家讲的 具有血化引起的点心表现